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近期有很多花友非常关心 我在之前12月份入的一棵月季裸根大苗 婚礼盒,它现在的一个长势情况 以及想知道它接下来应该怎么去管理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这棵婚礼盒了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长势的情况 现在这个状态呢,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雅点还是蛮多的 然后我给它进行了一次疏牙 那现在呢,基本上都只出现花苞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感觉这个品种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几乎是有枝就有花 所以现在也说不清楚它到底有多少朵花 能看到的现在有十几个花苞 还有一些枝条的花苞呢,也是正在孕育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虽然它是去年12月份才刚刚入手 到现在大概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大家也是看着我把它种下去的 那现在是这样一副即将开花的景象 还是让人感觉非常高兴的 那唯一的遗憾呢,就是它的这些新长出来的枝条呢 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瘦弱的 一个它两个月前来的时候呢,更新就没有多少 第二个,这两个月它所经历的 可是这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间呀 经历了两次零下四度的大寒潮 而且呢,还陆陆续续有到零下的这种天气 它居然还能够打这么多花苞 我已经很满意了 也期待接下来这些枝条呢 能够长得更加强壮一些 开的花能够大一点,那就更好了 在它现在已经刚刚开始长花苞的这个时间呢 肥水还是要跟上了 但现在的天气还是蛮矛盾的 因为接下来我看了天气预报 好像17号和18号 我们这里呢,最低温又能够到1度左右 我也希望这个温度呢 不至于让它这些嫩嫩的花苞受到什么影响 如果它能够安然度过这一轮轮反复的天气的话 它应该是我这个小花园里最早开花的一个月季品种了吧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 讲一下现在这个状态的裸根苗的话 应该怎么去养护呢 首先第一个啊 它现在已经在打花苞了 而且花苞的数量也不少 至少有十几多 可能多的话会上20多 在这之前呢 我已经给它施了冬肥了 也就是说 骨粉、藏木灰和羊粪都已经给它施上了 但是在它打花苞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光有底肥已经有点不足够了 水龙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跟上了 哪怕接下来气温要反复 你现在水龙肥不跟上的话 这些已经孕育的花苞可能还好一些 但是没有孕育好的花苞 如果肥水不跟上的话 它可能就会变成芒芽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水龙肥就应该开始给它施加了 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给它施加淡灵甲比较均衡的水龙肥呢 还是给它施加以灵甲肥为主的水龙肥呢 所以在这里就要告诉大家 当你的月季已经开始打花苞的时候呢 你的水龙肥就应该换成灵甲肥为主的了 比如说想花多的二号 要考虑到它原来是一个裸根苗 那现在根系呢 肯定是没有长满这个花苞的 所以这个零甲肥的含量呢 可以稍微的低一些 大概1比1500的比例 同时为了促使它长根 现在也不是大水大肥的时候 建议大家还是等到这个盆土偏轻了以后 再给它浇水 也就是说它盆土发白 大概下面两厘米左右偏干 就可以给它施肥浇水了 最好这段时间呢 气温不要太反复 然后阳光明媚 过不了多久 就可以看到我这个小花园里 第一颗月季花的盛开了 想想还是挺期待的 因为我毕竟第一次种婚礼盒 也不知道它开花是一个什么样子 不管怎样 等它开花的时候 一定会继续给大家拍视频的 好的 那么你们关心的这一颗婚礼盒的裸根苗 现状以及后期的养护呢 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啦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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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 冰箱